好 晚间的八点钟 马上我们来关心最新的现场消息 也就是金华城案今天有了重大进展 针对了北检不服柯文哲 无宝请回的裁定 提出了抗告成功 而高院和议庭也裁定了发回重裁 所以呢 到底是掌握了哪些关键市政 马上我们联系给记者洪诗琴 进一步报道 诗琴 好 主观 今后马上带你关心到 今晚最新消息 检方侦办金华城案 不服柯文哲 无宝请回 现在提出抗告 抗告成功 预计最快在明天就会来召开鸡鸭亭 整个流程要重新再跑一遍 不过我们仔细看到了高院 现在针对整个抗告的裁定的理由当中 可以注意到有两个人相当关键 第一人就是朱雅虎 再来就是邵秀佩 认为说两人的公词 现在对于柯文哲的金流部分 难道是一条线吗 原因就在于说 他过去是退休之后 来到了沈庆金底下的子公司 来担任董事长 而包含说他和印小薇两人之间的对话 都足以来证明说 沈庆金是花了4740万来行贿 印小薇 在整个沈庆金 还有柯文哲的金流当中 扮演着一个相关重要的角色 相当关键的一个角色 那么再来就是 上秀佩的部分则是他在倒案之后 他的公词也被高院这边来认为说有相当重要的突破 好那么整体案件现在 难道是高院有新证吗 原因就在于说在裁定的理由当中也有特别提到 针对柯文哲过去都主张相信具有专业性 还有多数决的都委会表决结果 高院认为是否是真的不知道 还是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违法 这个都是后续的有疑虑的需要理清的重点 再包含说现在在整个裁定的理由当中 并没有提到大家最关注的金流 究竟柯文哲他是否有金流被检方给掌握呢 这未来都是在鸡押亭上的攻防重点 尤其可以注意到的是 检方在昨天的时候是赶紧二度的来传唤 原本被列为证人后来被改列被告的 金总财务长李文宗 李文宗的公词现在并没有出现在 整个裁定的理由里面 但是他的公词未来将会在 这个对于整个案件是否翻盘 会在法庭上变成是一个攻防的重点 也因此今天可以注意到了包含说 现在吴顺明赞押中还有赞押中的沈庆金 两个人预计都会来提出抗告 是否整个结果有机会翻盘 检方是否能够成功的收押柯文哲 这都是接下来的关注重点 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状况